而110学年度国小应届毕业生县长颁奖典礼 8号在中华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县长许臻卫是亲自颁发象征最高荣誉的县长奖 共计有150个学校 总共162位的学生获奖 县长除了是肯定学生的学习精神之外 同时也齐勉同学们持续的努力 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来迈进 110学年度国小应届毕业生县长奖颁奖典礼 8号上午在中华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在民国小弦乐团演奏揭开活动序幕 并为县长奖颁奖典礼带来一些开朗明亮愉快的开场 颁奖典礼当中由县长徐臻为亲自主持 以分流进场方式 主义颁发象征最高荣耀的县长奖 奖状给全县国小162位获奖学生 并与获奖学生以及家长进行合影 现代学生会暂许获奖学生的学习精神之外 更勤勉同学们能够持续努力 以精进朝向自己的人生目标来迈进 我想在这里今天真会要非常恭喜 我们六年级的毕业班 而且领到县长奖 都是每一校每一班的佼佼者 每一天都努力的是实践 每一天都努力的学习 我想是不容易的 然而真卫阿姨希望 我们在国小六年的学习 跨越了新的一个领域以后到国中 那是学业上学试上的加深加广 也是除了学习上是加深加广 也是在你的生活轨迹上是 范围是震荡 也是在你的交友的整个人脉当中 网络的当中是扩张的 所以很多的方面必须要去学习 而且不断的去努力 但是由爸爸妈妈这多年来的陪伴 我想让你们成为了一个坚定 而且非常非常的强壮的小树 现在的英才师教 我想是很多老师以及家长 必须要很用一颗用心 而且观察敏锐的心 去观察孩子的悠长 以及孩子哪里要有强 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暑假作业里面 我跟翁处长讨论 以及跟有些校长讨论 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暑期作业里面 不要太分量 不要太重 而是从让孩子中 孩子从生活中体现智慧 其实智慧就在生活里面 学习方方面面也在生活里面 现在习中原勉励各获奖同学 在享受最高荣耀学习环境以及品质 还特别鼓励养成阅读以及读经的习惯当中 要感谢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感恩学校市长们的教育之恩 现场勤勉获奖的学生们能够警记市长的叮咛 并带给众人的祝福 持续努力 发挥自己的专长 创造辉煌成就 贡献在社会当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